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黑蒜的製作方法 一起来看一下 蒜里面有很多水分会湿出来 不过高的湿度会令黑蒜变酥 适量的湿度就够了 黑蒜几点干净 记得不能够清洗 放入饭煲 放蒜肉 记得每天均衡都搅拌一次 不用按键保温状态 20分钟才完成 已经完成了 在锅外贴上完成一期 刚刚完成了20天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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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温度 虽然很高 暖度 熟悉 大胆 鱼 小鱼 鱼 完成 看看這圖片的如何讚我 幫我分享 如何訂購 到處休息 下次見 拜拜 0 0 0 8 9 12 中文字幕 李宗盛